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费喔 所以是不包括学费 保险费那些啦 我这里就不讲啦 只是讲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掉之后 我一个月还需要花多少钱 这是我自己定义生活费的方式啦 那我给自己set的budget是每个月2500 这2500是不包括房租的 我的房租除了也是1425人民币 是不包括水电的 还有那个暖气 然后你第一个月来的时候 你会一直添购你的生活用品啊 那些东西 所以你第一个月一定是会over budget 或者是会花比较多钱的 剩下的每个月2500 对我来讲是足够了 有时候我甚至可能都花不到2000块 我每天都控制自己的饮食是在40块以内 你还可以留一些budget 给你自己出去 maybe 故宫啊 环球影城啊 那种去玩没有问题 因为你不是每天去嘛 2500我是觉得是够了啦 你不要过到太奢侈 反正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自己也觉得我没有过得很节制 但是2500的确肯定是够了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中川有没有提供宿舍 这蛮多人问的 那首先就是中川他在往年他都是不提供宿舍给留学生的 他只提供给有达到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 这我之前可能已经讲过了 可是在我今年来之后 他突然发消息讲 他有多余的房间可以给我们留学生去申请 所以我不能确定明年这些房间还会不会有 大家可能还是要做好 没有宿舍 然后要去找房的准备 那这就延伸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去找房子 我自己的话 我是先去小红薯上面找 因为小红薯上面真的很多中介 很多物质 小红薯上面肯定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安全性没有那么高 我自己的话是通过以下方式去大概判断他可不可行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要去看他的账户名字 那种小红薯1899 5867 那个我是肯定不会去看了啦 那种真的有改名字的 我可能才会点进去他的主页 再看一下进行下一个标准的检测 然后下一个就是 我会往下滑 看他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post东西的 那种可能才post过一两个的 我是不大敢去找啊 我一定是从大概20年啊 19年就开始在post东西好的 我才会去继续看他有没有我要的房子 因为代表他应该没有被report过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tips啊 也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如果有任何经验也是可以在下面分享 然后你要更安全一点 肯定是直接用apps会比较好 我爱我家 恋家 贝壳找房啊这些 但其实我这里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就是 其实你还不用这样担心住房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你中录取之后 下午会会开一个行钱说明会 那边的四个世界会把他们之前准备好所有资料 全部都跟你讲 包括怎样找房 中介的号码 哪里的房子比较便宜 哪里的房子比较贵 你现在还找 你不用担心这样多钱 而且其实你太早找 你也是找不到的 他们的习惯好像是提前一个月才去找房 我大概是7月要去找9月入住的房子 都很多中介跟我讲 进不了 就算你给deposit 你定下来也好 它那个物质是不可能空两个月给你了 你先好好去准备你需要用到的作品跟材料那些 等到你真的中录取好 你才会担心这件事情事情也不迟 我们来到第三个问题就是 中传的奖学金 那中传的奖学金诶 是公认的 哪哪且少 只有一个新生奖学金 它是在你报名的时候 你在你的报名表上面 tick一个勾 讲你要申请这个奖学金就可以了 它也没有面试 它也没有跟你讲它看什么东西 去读 你有没有拿奖学金哦 还有剩下一个就是 中国政府奖学金 它那一个是你需要自己去中国政府奖学金的website 自己去申请 学校是不会帮你任何东西 而且它很早就截止了 大家如果真的很想要申请的话 可以先去了解它的申请步骤 以及它的截止日期 然后慢慢准备 接下来就是一些也是要考中传播音 或者是播音相关的 专业的人问我的问题就是 如何提高自己的录取率 那肯定最好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去上语音培训班 像日听师姐 它自己开了一个TALKBOX Studio 它也是中传毕业的 那你自己去找这种语音培训班肯定是比较好 因为有别人去发现你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没有上语音培训班的这个budget的话 那你就只能自己去练神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B站练神的时候参考的视频 然后呢每天进行一些新闻更读 然后录下来去听两者之间的区别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条件去斟酌 到底是要上语音培训班 还是你要选择自己练神 然后也是会延伸到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有没有上培训班 那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上过任何培训班的 所以就是像刚刚讲的这样 通过B站这些互联网上面的素材 自己去练神自己去练习 下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留学是不是不能打工 是的是不能打工了 打工是违法的 因为直接被钱送回国 我不知道 但是你是可以接一些freelance的jobs 像是如果你会剪辑 你就可以去接别人剪辑的工作 那种其实可能一个video 八十到一百块都是会有的 或者现在有很多公众号 大家其实都很喜欢去写文章 去投稿赚稿费 或者是学校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兼职 像我们中传就有那个传媒博物馆 它有的兼职 但是那个也是要报名然后面试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能不能中那个学校的兼职哦 再来就是关于在中国开银行 以及父母如何会生活费给你这件事情 第一种就是 你要先在malaysia的中国银行开一张卡 你要跟他讲你是要去中国留学用的卡 之后你的父母就可以挥马币进去 你就可以用他的apps把他的马币换成人民币 然后等你到中国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开中国的中国银行 或者是中国的任何银行 我自己的话是开了中国建设银行 因为他那个是不需要居留证的 不管你选什么银行 你就可以去到中国的中国银行 把你的人民币拿出来 再放进去中国建设银行里面 把你的malaysia中国银行卡放进去拿钱的话 是会charge一个8块钱的手续费 如果你不是用的中国中国银行的ATM 他就会charge12块钱 所以我每次就是跑去中国银行的ATMZ拿钱 然后再跑去中国建设银行把那个钱放进去 那第二种就是你可以用touch and go 你的父母可以用touch and go scan你的支付宝的收款 然后transfer钱给你 但这个我看他的汇率其实一直都比较低 就是会比你去那种counter换的汇率都还要低 而且好像是有一定限制的 因为我的室友好像用着不知道transfer了多少钱 然后他就被block这一阵子 所以会有这种风险 第三种就是你可以找信任的中间商换钱 他会有自己的汇率 你就跟他讲你要换多少马币 或者是多少人民币 他就会根据他的汇率 你就把钱汇给他 他就再把人民币汇给你 这种是你一定要找到信任的 不然你被骗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try第一种啊 除非你真的有朋友 或者是亲戚真的是在做第三种 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你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 就很多人问 类似于读预科成绩需要很好吗 或者是我什么什么科目fuel了 我什么什么科目不是很好 可以申请预科吗 但因为你们只跟我讲特定的科目 我不知道你整体的成绩 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无法给到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那环宇的预科门槛 其实真的不搞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 你自己能不能报名到这个预科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把你的tryer成绩 screenshot了发给我 或者是发给环宇 我们就会跟你讲你能不能报名 就是那么的easy 然后环宇的预科 已经开始开放报名了 关于预科的video 我已经拍过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下面看 如果这个video跟那个环宇预科的video 都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来私信我 没有问题 OK 那我们这一期 多数人会好奇的 关于中国留学的QA 就结束了啦 这个是我总结了 大多数人都会询问我的问题 来进行的解答 所以如果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的话 一样可以在comment里跟我讲 或者是私信insta 环宇预科的FB或IG link 我也会放在description那边 让我再重复一次 环宇已经开放报名了 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去私信环宇 或者是私信我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有帮到你的话呢 就点赞 subscribe我 然后把它share 给所有你要去中国留学的朋友 我们就下个video见 拜拜 祝大家一切顺利 SBM加油 o o